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这边 大家要收看的是这个2023年的大田赛车赛 这个应该是举办了三届 然后每届都是在联赛的结束之后的这个休赛期 然后下一个赛季要开始的时候做的一个比赛 那么开分组 这边是ROX和RSV分在一组 然后KTF和蔚来世宗 也是小胖队分在了一组 这应该是第一轮就是半决赛了 然后谁赢了谁就到决赛 然后输了呢就会去争三四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赛制 那么先是ROX的战队 首先ROX是迎来一个大换血 没有任何前ROX人员留在这里 那么现在的阵容是这边核心给到了Looning 然后是韩盛明的领跑 金珠英的混合位 以及Navi的四号位 还有Lens金益列的这个道具核心 那么其实这个队伍可以说是 大家在整个线上 这个关系都错综复杂 看一下RSV 阿宝 金珠米 高品秀 前秀 还有这边Dada 也就是这个红盛明 那么这边还是和之前的这个比赛一样 把Speed Ace给到了高品秀 但实际上RSV是一个 几乎没有任何短板的队伍 他们之前一直非常崇散的 就是四个人的四个位置都能打 所以说你们会看到联赛的这个中后段的时候 他们数据比较大的时候 他们四个人的场景排名是非常非常平均的 这就代表了他们的错误能力很强 接着完 看一下这个场地还是不错 可以啊 哎 好了 来了 来 起跑 这边开下配车啊 刚才这个导播导慢了 导得很慢 哎 这边鲍格是用合金 那鲍格用合金的话就代表了 这个赛制可能是不让用这个章鱼车的 或者是号里面没有 因为他在之前的练习赛里边 还有这个自己的定位上都是开这个章鱼车的 因为他的加点是第三项可以加九点 那现在开回自己比较熟悉的合金 现在 在整个的这个排名上来说还是ROX占据一定的优势 只要ICF来做一些动作就可以 但是他这个动作做的有点大 这样的话 把LSV的一个选手放上去 那BOOM的这个第一其实是会有威胁的 不过还好自己BOOM的这个硬解能力啊 确实够强 先卡住了一波 那只要给身后的队友 让他们再去做一波牵制 自己的第一可以走的比较远 那这边鲍格开的好像是爆裂啊 还是爆裂 高本球给到的是鲨鱼也确实是现在这个版本下最好的领跑车 没让位给到贤秀两个人有一波尾的呼吸 立刻跟进在了BOOM的身后 现在韩胜明的这个鲨鱼其实还没有太多的作用啊 这边一下子我的天 SB一个尾流四个人一起突进啊 而且第八名的韩胜明似乎在小鱼途中有一点脱节 那在第二圈的中后端如果再拿不到好名次的话 还得是BOOM啊 还得是金珠英 在上个赛季和小胖一起取经之后啊 自己的这个实战经验还是有大幅的提升 在前面一直做一打二 但是高炳秀的这个尾流 骑的是比较到位的 金珠英再把这个第一要回来 那他可能要做一些脱节的动作 他先做了一波 但是雾到了右边 左边又没法去顾啊 后边SB补位的人太多了 最后预判了一下高炳秀的停车 但是这一预判给了贤秀的一波机会 这里贤秀再去守一波内线 配合天衣无缝啊 其实第一圈的这个起跑优势是很大的 但是始终没有把这个血球滚大 一分五十秒点C3啊 这也是前面出现了很多的对抗 以及拖击的动作 不然这个成绩其实还是会很快的 第二张地图啊 拼合集前进行 又是他啊 他其实 现在可以算得上是Rose的最大的核心 然后进入银可以算第二个核心 这边Rose还是把起跑抓得很好 起跑抓得很好 他总是想去立刻做一些卡位的输出 但实际上不需要他这样做 他需要往前跑 他本身是一个速度就不错的选手 再加上给他分了一个鲨鱼 他其实不需要去太多的分担 自己队友该做的东西 但是报纸里 这个开机屏很关键啊 给高品球拉开了一个尾流的空间 让他有足够的自由操作的空间 宝宝好倒啊 S fly 这个尾流很关键 他需要立刻吸到前面的尾流 并逃逸出闲修的攻击范围 这边卡了一波闲修 做的是不错的 陆宁在这边也是撑了非常非常久了 提前收飘移 再被卷一下 但是这一夹没有夹到啊 这其实也非常的难了 这一夹 很难去夹了 报纸正好吸到这个尾流 然后立刻拉开身位 这边前秀 报纸流再去牵内线 一个重甩 双甩卡过来 正好卡到陆宁啊 再卡一手 但其实这个卡位 有一点点的浪了啊 其实这很自信啊 他其实完全可以先吸报约的尾流 然后不给对面任何机会 再去在下一个右弯去做卡位 下一个右弯其实有 更少的选择啊 对于对手来说 报纸的很快 这边陆宁想去切也没有切到 那这样的话一二走远 这一把还是啊 RSP继续打了一个 翻盘局 RSP这种队伍 他在面临错位的情况下 能力应该是整个 韩子里边 除了KDF以外最强的队伍了 1分46这个成绩跑得也挺快 应该是 这个是沙场拉力 哦不是啊 英特拉格斯 刚说完啊 这个起步的问题 RSP这一把是把起步 落在了自己的手里 不过这个图其实还是 比前两个图更尾流一些啊 这个图如果想 纯靠防守去打 一个大优势的话太难了 你看这里 一个小卡兰 对面一个尾流上来 三个人直接过掉 那你就像报纸葱一样 你第一层皮直接就 非常轻易的包掉了啊 然后又是拿笔啊 其实现在Rox 他们打这种队伍的话 每个人就都要有所发挥 而且不光是要在自己的位置上 有所发挥啊 在自己不擅长的位置上 也要能撑得住啊 不然你打这种队 其实是很难的 想去卡住这个位置啊 但是后边尾流 这个力量还是太大了 包尾流 卸了一手 哎呦 后边金珠英想去走草坪 但是这个走草坪 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啊 这个地方 如果说干扰到自己队友的线路 那自己在前面的唯一支点 就去就去世了啊 这边金珠平走外线 走一波尾流 然后高明秀这里 再去杜哥接力 哇 这一波配合打得很漂亮啊 两边分走两侧啊 然后一侧牵制一侧跑 这波小韵营 把哪位打得是很难受 哪位其实心里很清楚这一切啊 但是他没有办法 因为自己的队友 不在一个优势位上 这里直接去直走 他也知道自己的气不够 但是如果不单草走的话 自己队伍的这个名次会更难受啊 而贤秀其实也心里清楚这一点啊 直接把哪位摁死 埃子弗莱 就算过了贤秀 那其实一二名 这两波尾流呼吸 埃子弗莱这个鲨鱼也很难去威胁到了 这里贤秀再想拒气啊 但贤秀就打成了一个之前仁秀退 之前的这个位置了 在中后段的这个小运营小卡位 真的是游刃游鱼 这边的配车和竞速是一样的啊 就是在大家不断的去探索这个版本的情况下 大家发现其实还是就是怎么说呢 跑竞速的车啊能加9点第三项的这个车 最后绝杀的时候啊 他的这个机会把握能力更强一些 而且现在这个版本啊 有了扫描和警灯 还有这个超级香蕉啊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这边几乎是把创世这个车啊 就绕死没有了 但是LSP是把创世这个车给到了道具核心啊 其实这个车很有说法 他在很多图的这个进路的能力上 其实要比很多车要强一些 比如说这个水上机场 抢道具 但是抢的是自己队友的道具啊 这里打一个timing走右侧 背脱一波 后边应该是给了一个吸还是迭啊 这边Loon直接解了 但是目前来讲还是脱不开这个身位 所以说又要打僵持局 肉子这边两个天使 而且手上布蒙有警灯啊 布蒙这边的警灯有没有转到人 哎呀没有 但是逼了一波走位 但是这波走位逼完之后 自己这个位置也不是很好啊 吃了一个加速器 后边的上位是不成问题的 一个蚊子水到这里一个洪水躲一下 自己队友应该也给爆了啊 金志明手上有一个警灯 这个西加警灯 哎 转一个转两个啊 能不能三转 没有没有 晚了一点啊 如果再早一点的话 这边可能会 直接转三次啊 绕子还是有两天使 前秀这个水有没有说法 这边可能是有一个出门水的啊 但是对面有天使 这个天使可能会给到Lens啊 就赶紧开啊 保一下这个水 水的这个水点啊 先跑了 后面吸能不能吸到直接R 但是刀在这边是有解谍的 怎么说 落地之后 吃了一个天赶紧扔掉 最后 走上路啊 这个运营还是SB这边更迅速一些 其实Lens后边这个优势也挺大的 但是马后报来说 可能出走还是有点早 可以看一下他们职业战队怎么打 维尼斯啊 加了一个起跑啊 第一个道具在Rose这边 也没有占到太多便宜啊 这个只能立刻就转 前秀 在被炸转之前啊 按了一下阻挡一下外星的人 这个头转转得漂亮 这边 Rose现在的道具是不错 在几方拥有第一名的情况下 后边的人快速的 哎呀 拿了两个天使这边 Rose也立刻拿回了一个 但现在Rose的这个道具保有量不是很足啊 哎 Rose这边有一个警灯 直接就去转啊 就是现在双槽版本下的道具 好像这个警灯 它就不是一个非常有战略意义的武器 它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 因为节奏比较慢 如果你不把这个槽控出来的话 不控白不控 因为显秀两个天使 这两个天使应该是会捏到最后了 对头 先给掉 这个地方其实也 没有什么输出 因为这里是一个传送带啊 每个水 一换一 显秀已经先交了一个天使了 这个警灯 有一个小换位 前面全是人 在等啊 想偷两个啊 哎 没偷到 哇 这警灯开完之后手上没有道具了 这边再去被打转 蚊子赶紧消耗一手 陆宁还有一个警灯 但是哎 自己队友被打掉了 那这个警灯没有办法去做掩护了 这个警灯还在留 这警灯怎么说 哎 偷转到了 偷转到 自己最后能保住这个第一吗 哇 这个警灯 很秀很关键 他还是沉得住气啊 路宁是一个 拥有着 与他年龄不相符的成熟的拳手 伦敦之夜啊 看一下伦敦之夜 配车还没有任何变化 尖锋是保存着 因为尖锋在上版本是 应该可以说是最好的道具车 虽然说这个赛季被削弱了 但是这个手感还是比较熟悉的 路宁吃了两个解 很难受 可以打转一手 这个图其实和军齿轮一样啊 都是这种好追的图 不好拖 好追不好拖 这边一波双吃 三个道具在打 然后再来一手 直接把Lence给打 打懵了 我天 这一下子吃了三个道具 这个水 其实躲得很机敏了 但是没杀住车 水手 这个地方躲得很漂亮 哎呦 RSP这边三个雷啊 三个雷 这边不用玩了 这边不用玩了 这把第一给对面 疯狂的消耗对面的白盾就可以了 这个图其实很好吃到这种关键道具的印象里面 它道具带比较多 而且时长也比较长 我们之前看到过的Rox 五雷轰帝 这个 一般美情经典番啊 就是在这个图里面 SB又把这个第一要回来啊 不光要雷还要天啊 我全都要啊 既要又要 但是其实有的人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 韩盛民 红盛民这边啊 刀打其实一直没有开道具啊 他手上肯定是有东西的啊 而且对面天使已经交掉了 这是一个 消息 这个信息 这两个雷要一起打了 还没打 先给一个 骗雷一个天使招 再给 但是这样的话还能重现吗 没办法了 这雷给的好晚啊 这雷早点给的话 两个雷叠在一起 对面的一个天使守住的 来到了这个 荣原动学 这个图是 SB打出很多明场面的一图啊 我第一个道具代 立刻就做道具交换 只有鲁宁手上留了个天 再给 打掉鲁宁 我再一个水 但是认识还是走远了 再被水下来 这一波又一波 分第一次的攻击啊 而且没有任何的输出易出 SB这几波的输出真的漂亮 但是也没有打垮 Rox啊 我这一波想做双持 但是打到了自己的队友 自己还掉下去了 现在需要立刻脱缓第一的攻击 第一的步伐啊 因为RXB他们能脱掉别的队的一个前提是第一要走出去啊 如果对面没有一个能走出去的第一他们就脱不了 金志明还有贤秀 手上三个水 前面疯狂水 水很多兄弟 RXB出来有一个探测啊 探测了一手 对面没有关键道具啊 告诉自己的队友 这边吸 哦呦这个控车 这个攻击道具好像救了金珠英一命啊 不然感觉他要掉了 诶这个水 哦 RXB躲得很不错啊 刚才被水的那个选手 他一个正宗水其实也没办法去躲 RXB这个道具一直没有动啊 他这三圈就是一个单槽选手 到他 哦 一个雷 很关键的雷 他先往前走 去乘伤一波 哇这个水 水到了上坡 诶不过还是保持了存活 因为现在是英雄GP的车啊 不存在爬不上坡的这个情况 高达能雷完之后人再吸啊 但是RXB还有一个天哪 两个天 这个雷是没有办法打破对面的防守的 高比秀 这加速器怎么说 这加速器有说法 要看后边的人能不能绝杀了 帮一手 高比秀先去冲了 而且还有个姐姐 这个姐姐非常是时候 然后 这边胜利女神还是俱远过了RXB啊 还是RXB这边更胜一筹 来 最后一张地图啊 哦 确实啊 这个在之前 跑一的韩志连赛上是有登场过的 但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地图 看下这个图的打法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水点比较密集的地方啊 各种的拐角 而且这个路障也能挡到天内的人 哦 这一个水 只能浇盾啊 哦 神后水 差点水到自己的屁股 先去被拖一波 路宁这边还有一个水 能水到这个地方吗 哎 水到了一个封门水 这里应该出门也可以水一下啊 感觉其实出门的这个水收益会更大一些 因为它有一个加速 加速之后立刻水到零 那现在这图的几个常规水点 我们现在是知道了 不过这整个图都不是很宽啊 水点应该比较密集 可能也会在新的赛地里面打出这种 拉开的打法 我们刚说来现在Lence 其实已经有拉开的趋势了 不过这个 下坡的这个楼梯弯 其实是可以穿炸的 已经穿炸到Lence了 丢掉了几个白盾 水点 这边在存啊 随着进入一边打掉 而且场上有个两个天使 不能去做到交换的前提下呢 Lence这个第一 跑远的这个想法就泡汤了 不过你手上还有一个水 第一圈也是他的水帮助Lence建立了一定的优势 不过他现在在第一 哦 这个地方会掉下去啊 这边一个水能水到吗 没水到啊 后边队友可能给爆了 到达这边应该是交了个白盾 Lence两个水这两个水 怎么说一个水 丢掉了 碰这里还有一个水 再躲再躲 这个封门水 没封住 没有人扔这个水 金日敏这里 借着自己的队友 先去吸收一波伤害之后 再去做冲刺啊 金日敏 最后这一波直接带走啊 最后大比赛还是2比0 拿下了比赛 比赛